你是甚麼輩子 竟然敢這樣跟我說話 說輩子吧?智能師叔你最在行, 你上 不用說輩子, 你毀我的少林 不用上武當 今天就和你算這筆帳 好, 反共的人隔心一論 住手 小環, 你們都來了 是不是想看看 我們怎麼為你報仇 小環, 你放心 今天我會把少林剪這群狗雜種 殺他一個偏的不留 師妹, 幸好你來得早 可以看好戲 我不是來看的 我要親手殺了方世玉 小環, 但你現在的武功… 掌門師伯答應給我一個機會 令牌遇見人, 你就不走開 幹甚麼? 他既然給我一個令牌 你們還懷疑甚麼 別哭哭哭, 說得來兒子都生了 要打就打, 要不要我讓你半臂 你不用這麼大口氣 我今天就要拿你的命 來吧, 過來吧 李小環的命在我的手上 我不介意你能瞎 快點放開他 不然對你不客氣 別跟我說客氣不客氣 沒有人要你客氣 全部客氣 小环有掌門的令牌, 沒人傷害他 走 喜倌, 點火 走, 走, 走… 師父, 我們走 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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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 雷夫人, 得罪了 小玉, 你… 其實雷夫人是故意讓我挾持的 她有心放我們走 我是不是聽錯了, 她會救我們 我只不過是想做回我應該做的事 可是你不是一直想我們死嗎 我們跟你有這麼多仇恨 你為甚麼還要幫我們 我也想知道, 為甚麼你要救我 所有的陰陰怨怨都夠了 可是我們要搞到這麼一天地 還有甚麼好鬥 你這樣做真是會不會武當 百明不放過你的 你還能這樣做嗎 火燒燒燃 我們兩派的人死那麼多 這些業都是我一手造成 雷夫人, 我現在想得通了 我只不過是做回一點點事 來補我內心的內疚 雷夫人, 方少爺除了禁擊你救了我之外 我更加感到恩惠的就是 你竟然可以變得這麼好 他們快要追到你了, 你們快點走吧 但是你救了我們, 我怕他們會為難你 你不用擔心 百明會看在我爹身上 不會太為難我 雷夫人, 大人不言正, 我們走 小雲, 怎麼樣 小雲, 知道那些狗賊都跑到哪兒了 我沒事了, 他們已經走了 豈有此理, 難道就這樣讓他們逃走 師妹, 他們為甚麼會把你放了 可能他們當作是一個包袱 不可能 上次他們把你的腳打斷了 你一直想跟他們拼命 現在他們放你, 你也不會放過方世玉 我想為甚麼你小雲還會這麼冷靜 你在這兒玩甚麼把戲 是, 是我放走的 師父, 令牌是假的 掌門師尊根本沒有派他們來 葉小雲, 很大的膽 你既然敢偽造令牌, 假傳命令 我問你, 該當何罪, 上下走 打他 放水 師爺, 我們暫時在這兒下 老實說, 這次我真的猜不到 李小雲會良心發現, 你救我們 當初如果他不是強行替梁王出頭 搞了那麼多事, 死了那麼多人 最後連累了自己, 如日無休 他能夠真心悔過 實際上死了我為人, 算是一件好事 我想他這次這樣做, 後果一定不堪賜上 我還是這樣想, 希望他沒事 幸好, 小小當天染化了他 亦出了一個好消息 小玉, 我真是擔心玲姑娘 可是我想他沒事了, 我們一定能救他 武當雖然人當勢眾 但是我們齊心一定能成功 武當雖然人當勢眾 沒錯, 我們現在想好辦法 原來殺上武當 小玉, 你平時這麼多辦法, 想辦法吧 當然 我要你親人之內心 小玉… 小玉… 大陸人, 我只剩一天 劍本會這麼亂 我只剩一天 小玉 小玉… 不知道為什麼 我覺得跟你另射頭丸 可能道長最欣賞我梳你頭髮的手勢 又或者我平時很少說話 你不覺得我哭嗦而已 你身無責念, 保住著一份純真 勝過我這幫弟子 不和他們粗手粗腳 每次和我梳頭 都令到我大動肝火 道長, 你太抬舉我了 其實我甚麼都不懂的 你夠專注就行了 這一點和我一樣 唉… 我想我百味道人 這一輩子無兒無女 真是可惜 收不到像你這樣令到我滿意 有善計人意的弟子 我真是希望你這輩子 留在武當, 慈喉我身邊 如果我留下來 可以化解少林和武當兩派之間的恩怨 那我絕對願意 少林已經是熱陸西山, 潰不成軍 豁免是遲早的事 你竟然還為他們促賞? 我只是不想再見到任何死傷 道長, 少林已經被你燒了 我求你不要再殺人了 你認為我是難殺無辜嗎? 道長的外貌慈上 其實一點都不像那種窮空極愛人 但是為什麼你始終不肯放過少林的人呢? 歷來江戶上所有的風波 都是以武力來解決的 少林和武當之真始終在所難免 今天我不殺他們, 他們都會殺我的 這就是聖者為王的道理 所以唯一的辦法就是先發制人 把所有的敵人全部消滅 道長這麼說 未免太霸道了 我師父時常都教我們 學武之人應該以忠祖為本 不是以力服人, 而是要以德服人 你真是天真了 讓我來教你吧 學武之人最大的心願就是成為天下第一 你不想被人騎著 你就要先制服人 成為天下第一之後 這個世上沒有人不服你 而武力控制武林 其他人會真心服你嗎? 我不相信, 我無論如何都不會相信 是不是也好 你就是拜錯了師門 跟著這班, 只會敲經練法 無你大志的托路 古語有話, 良勤雜莫而妻 你不如拜我為師 讓我好好教你 只要你成為武當的弟子 我白味的徒弟 天下的人, 誰敢欺負你 是呀 看本準備師尊 馮師叔和高師兄帶了李小環回來 現在就在外面等 師兄, 本來我們可以把那班少林狗賊 一望打盡 但是李小環, 假存你的意志 才把你放了 師尊, 弟子兄查過令牌 的確是假的 現在他這樣蓄意背叛師門 弟子沒辦法處置 請師尊丁斷 你還有甚麼話好說 我知道你這樣做 你無論如何都會原諒我 我任由你如何處罰我 我都沒話好說 但是我有一點要求 說 我希望師伯不要再為難少林派 死都難頭 還跟少林這班狗賊說好說話 少林和武當的恩怨 非因為我而起 現在死了這麼多人 師伯, 果必再要殺盡才甘心 官長, 少林派是我們武當派的心腹大環 已經不剷除了 我們武當怎麼可以在江湖上稱霸呢